HELLO 大家好! 日本排放核廢水 據報有內地居民一而取消前往日本行程 券商高盛認為內地居民減少去日本玩 有助減鄉市場對澳門客流和賭收 被其他旅遊地區攤勃的憂慮 高盛提到自內地上個月宣布恢復旅行社組團 到日本和南韓等78個國家和地區後 豪島股在過去2至3週的跌幅介乎5至15% 主要是由於市場擔憂澳門客流 會被其他地區攤勃 不過該行認為日本自上月底開始排放核廢水 部分內地居民取消前往日本計劃 個別旅行社也不再主動推介日本團 相信有助緩解市場對澳門客流量被攤勃的憂慮 同時高盛認為澳門未來有不少非博彩項目 加上新酒店項目落成 相信未來幾個月能為澳門入境旅客量 和低端中場復甦帶來支持 他們提到九月屬於傳統旅遊淡季 加上日前颱風吹雜 令賭場一度停運 預料今月博彩收入增長或放緩 但對十月市場仍具信心 對於十一黃金週假期的酒店訂房率感到鼓舞 例如銀河已有大約七八成的酒店房間獲預訂 美高門中國預訂率更高達九成 高成又說到豪賭官現時 估值相當於2024年企業價值倍數約九倍水準 估值不高 重新吸引銀魚、金沙中國、新河博鴨和澳博買入的評級 大家信不信由你 券商的東西聽聽都無妨 不過緊供參考 這集就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數片尾截圍為賣